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擊節目 我是石濤 臺北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有高調的到了廈門 應該是他從廈門應該是回到臺灣 這一圈呢 他選擇路線也蠻有意義的 先去了香港 那一國兩制嘛 去了香港 然後去了澳門 去了深圳 再去廈門 廈門跟臺灣是相對應的 一對一相對應 然後就回去 給我的感覺就是 韓國瑜要讓臺灣回到黨的懷抱中 他選這條路他是有他自己想法的 所以你怎麼看都是先去台 先去香港 一國兩制 習近平提的 去迎合習近平的一國兩制 再到澳門 澳門就是一個配 就是個配菜了 就是一個完全澳門是個配菜 到了深圳 深圳是香港的三年後的結果 未來 深圳就是香港的未來 然後到了廈門 那廈門直接隔海相望 隔著臺灣海峽 那就是回歸祖國的懷抱 回歸祖國的懷抱 懷抱是騙人的 回歸祖國的懷抱是真的 對吧 這東西就像到了妓院 就像到了桑拿歌廳 先調情 對吧 哎呀 我這輩子一直就等你了 你怎麼在這兒出現了 哎呀 我就知道你在這兒呢 他就這個 其實是什麼呢 一個買的 一個賣的 說簽了大概七十億 是九十四億 臺幣啊 那是臺幣 如果是臺幣的話 你除三十二 就是美元 你就知道大概多少錢 那東西 下輩了 我覺得就是下輩 我個人覺得就是下輩 高雄的水果要賣到廈門去 我不知道廈門跟高雄之間 他們的水果差距能有多大 他們的水果差距能有多大 那在一個緯度上 都靠著海 你問問溫家寶 溫家寶肯定學過植物 他學地質的 他的植物學必須學 要學一年的 在同一個緯度能有多大區別 又都是靠海邊 氣候 溫度 降水 一切都類似的 逗人玩嘛 他說你去過 沒去過 道理上是這麼說的 廈門去過 廈門去過 那個 那個 那個吃過清蒸黃花魚 真好吃 現在肯定沒了 哪有 現在哪有那種魚了 對不對 都是坑裡養的 全是 都這麼養的 那我想說的意思 就是這個 他更有趣的 他去拜碼頭嘛 他在所有這些地方 都見的是黨的最高官員 而中共很給他面子 全見他 包括對臺辦主任 從北京飛過去見他 你說他是誰 你說他是誰 加拿大駐中國的大使 你說他是不是共產黨 英國駐英國的最高的情報官員曾經的 你說他是不是共產黨 今天跟意大利簽一帶一路 意大利裡面的一個主管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部的副部長 在中國待了十年 草根來的 待了十年 他自己講他是意大利的中國人 那 所有的一帶一路幹嘛 用錢把這個東西買了 把這個人活的死的 我都買他 花錢買女人 花錢買車模 花錢就買肉 他就買了 買了他就行了 對不對 義大利 多邊那個 他叫五星聯盟黨 他幹嘛 他就想做點跟別人不一樣 就這個 就想做點跟別人不一樣的 不就是朝三暮四嗎 早上一女人 晚上一女人 早上一男人 晚上一男人 前半夜一男人 後半夜一男人 不就這個 對不對 這是他的本質 他缺少堅守 不懂得信任 不能夠從 不能夠承認那種存在 生命存在的一份尊嚏 他要把一切 前面的一切都給革命了 你看今天中國的房子 對不對 那房子剛蓋了25年 30年給拆了 本來就沒賣出去 拆了之後再蓋 為什麼有錢 他印的 錢是印的 所以咱說 我說意大利 為什麼聽習近平的 習近平為什麼有錢 帶著印的錢去買東西 他意大利他不敢印 他也沒那權利 那總理說 哎 爺爺 你給我多印點 哇 不成 對吧 他沒那權利 那習近平有權利 哥們印的 加班 加班 這這這這事你就不好辦吧 對不對 所以他要埋死全世界 埋死全世界 帶動全世界 全都崩了 那在臺灣 那 韓國瑜的表現 我的嘴裡就是地下黨員 地下黨員 那他地下黨員呢 他為什麼這時候出來 黨有規矩 這時候他這麼做 絕對他不是他 如果他是黨員 他不敢自己 隨便出頭的 從 某種程度上來講 出頭出的太猛了 他把臺灣人全嚇傻了 全嚇傻了 所以呢 國民黨要推他呢 國民黨主席要推他做競選 這個就是明年的大選了 我個人覺得指命什麼樣 我個人覺得指命什麼樣 但是呢 他是顯得太張狂 因為 太粗糙 做法太粗糙 而且 可能 他認為沒時間 這是這面表 說法 而另外一面呢 我以為 就是一種 完全的一種暴露 是驢的 是馬的 是王的 是龜的 就全出來了 網上有篇報導 文章 題目這麼說 過半數的臺灣人認為兩岸是敵對狀況 韓國瑜推崇一國兩制 習近平1月2號的對台灣同胞書的一國兩制 韓國瑜非常讚賞 那 而蔡英維 因為那個一國兩制 一下把他低落的這個民調呢 提升了把 11點 歷史性的提升11點 沒有人能夠提升這樣 那不是他就 韓國瑜變成了跟台灣人民作對 那他們敢 為什麼敢干 就是 亮相 賭徒 賭徒這是 台灣制限基金會進行民調 民調結果 超過50%的民眾認為 大陸跟台灣是敵對關係 80%的民眾 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80%的人認為兩岸是兩國關係 而且有過半數人維持現狀 這不就是 完全是一種對立 對不對 韓國瑜的做法就是賭徒 他難道不清楚嗎 他非常清楚 所以很有趣的 你從生命上 你就知道 人的這面 就是利益的這層面 非常可笑 有時候說 有些人就是個笑話 他的存在 是個笑 台灣師範大學的 范世平教授 九合一選舉 九合一選舉之後 籠統地看 是一種緩和 九合一選舉 所以這裡面 所謂的提升跟 它是一種黨派之間之爭 是一種 浮動到黨派之間的政治 民眾對中國的 沒有好感的 大大多餘有好感的 他說不過 36%是沒有感覺 83%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我覺得這個定位是相當 這個定位是真正厲害的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他真正的含義 是反共 因為共產黨的基點 要 去掉台灣人 只稱你為中國人 所以這個概念 跟 大陸跟台灣 是否敵對的概念 遠遠勝過那個 我眼鏡裏 遠遠勝過那個 所以你才會出現 你不信習近平 順著這個 順著這個 告台灣同胞書 你再他說兩回 你看什麼樣 這是一個 相輔相成的概念 80%人認為兩岸 是 是兩個國家 我不知道他的標題 是怎麼寫 其實這是 真真切切存在的 兩個政治實體 范世平講 對一國兩制 非常排斥 那是 民調是 除了兩國關係之外 還談到了 總統大選 那民進黨內 最快4月17號 將公布 是蔡英文 還是賴清德 代表該黨 成為 總統候選人 那應該就是 蠻激烈的 要這麼看起來 是蠻激烈的 民進黨 將採取 全民調的方式 這都是他 一種機構了 機構內部的 選擇的概念 他說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 根據 他說的傳統的 東西是在那裏 你 大家 就是說 傳統的東西就是 當女皇帝出現的時候 就是亂朝 亂政 亂朝 亂政 跟他個人 其實有關係 又無關係 扮演了一個角色 如果你相信 輪迴轉世的話 那是真的 所以表面 是個角色 是個 穿的衣服 人的肉皮 就是個戲服 就是個戲服 所以脫了 才是真正的你 而這齣戲呢 怎麼唱呢 是跟人的魂魄相關 那好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